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度报道 专家解析 向困境中的孩子伸出援助之手 敬请关注 这天晚上十点左右 一个呼吸困难的小女孩被送到了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医院 其实刚开始感觉第一个小孩有个六七岁的样子 当时护士真的给他拍背 协助他能不能把气候衣物给咳出来 当然我走近一看的话 他咳着有些粉红色的弹 而且他喘不利 咳着力 接诊的大夫发现 小女孩的嗓子眼里卡着一颗鼻齐 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 鉴于情况危急 并且本院没有专门的儿科 医护人员建议家长 立刻将孩子送往有条件的医院救治 与此同时 接诊的医生其实充满疑虑 一方面 根据临床经验 这个年龄的孩子 应该不太容易被义务卡住嗓子 另一方面 这个小女孩表现出太多反常之处 当时我感觉 小孩在走近一看 多一看就是 力量是重的 而且是看一眼 颈部 有一些一种斑 像很勒过的样子 后背都是轻快 脖子有勒 来了 小孩就在一直在那 很痛苦的那样 蹲在地下 头发里头也都是伤 都是那种成就性的 好像已经好了 我们说那就把 你家长也说不出什么 这个小女孩 一定遭遇了特殊的人员伤害 两天晚上 接诊的医生就把这个情况 反应给他下去派出所 随即 警方找到了 正在另一家医院 接受治疗的小女孩 得知她名叫小红 加入北京市朝阳区 单独面对警方时 小红断断续续地 讲述了自己 被送到医院的原因 妈妈用手掐我的脖子 我喘不上气了 便使劲咬自己的舌头 把舌头咬烂了 后来妈妈又让我吃鼻气 我晕过去了 小红说 事发当天 自己被鼻气烫伤了嘴 又想着赶紧吞下去 那只一下子卡在了嗓子眼 小红说 她当时非常慌乱 生怕妈妈一气之下 自己又要遭到毒打 警察叔叔 我的伤都是我妈妈打的 我头的伤是她用感面杖打的 以前我头部打过好几块 现在都好了 眼睛是我妈妈用手掐的 脖子的伤是我妈妈掐的 后背是我妈妈用棍子打的 脸是我妈妈用开水烫的 肚子也是她用手掐 用棍子打的 这样的照片 看来让人触目惊心 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 是受伤的小红 对自己伤情的解释 难道 真的像孩子说的那样 做出这样暴行的人 是她的妈妈 警方的询问笔录表明 在案发前近两年的时间里 小红经常遭到妈妈的虐打 孩子甚至都说不出 自己每次被打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这又是一对什么样的魔女 在前不久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对案件进行了公开的审理 现在就让我们去听听 那位母亲的解释 聚焦一线 直级现场 五岁幼童惨遭折磨 母亲为何要下如此毒手 法庭调查一波三折 知识真相能否厘清 略同一云 一线正在播出 赛亚山三十岁 正是小红的妈妈 事发之后 因为涉嫌虐待罪 赛亚山最终成为一名刑事被告人 在接受审讯的时候 赛亚山很快承认 自己就是这起暴力案件的失害者 说实话 过去那段经历 我不愿意去回想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 像梦无言 我不愿意去回想 我自己甚至于到一年半了 调整个现在 今天 我都觉得 我不愿意去面对 任何一个我以外的人 包括自己家人的目光 我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这一切 我觉得 真的 对谁都是一种 赞在这种伤害 我是实话 我就不错 尽管承认了自己涉嫌犯罪的事实 但谁都没有想到 在接下来的体验中 让被问及案件的具体细节时 赛亚山却又再三回避 赛亚山 您是否用脚 踢踹这个被害人的腹部 没有 那你知道被害人的腹部 这个受到过这个伤害吗 腹部 一线一线受到伤害 这个事 我不知道是怎么造成的 不知道怎么造成的 对 被害人身上的这个胖伤 是怎么造成的 能说一下吗 如果赛亚山此前的供述属实 那么小红身上的雷雷伤痕 就是他这个当妈妈的一手制造 但此刻 赛亚山的回避和眼泪 似乎又在提示人们 这件事过去并非现在看到的那么简单 特别惊讶 今儿他绝对不是那种人 家里有所有的那种连老家贼的 什么母子干 哎呦 这孩子 说怎么干这事都干 这伤天害理的事干 你最大的那什么 你不应该说打人家孩子 反正就是说 你不能拿孩子苏信 这孩子挺好的 就像我小公子说的 是那样的孩子 他要碰得点到的 我也不让他在这儿待着 我也帮不了 这孩子也是 就那种 挺实在的 这么一个孩子 经济眼中 本分实在的赛亚山 如今却在刑事被告席上 而且涉嫌侵害的 还是年仅五岁的女儿 如此强烈的反差 的确令人难以理解 那么 小红所说的遭遇妈妈毒打 究竟是真是假 又该如何证明呢 打不到 孩子没有这个 他从记忆也好 或者从他表达能力 他都没有这个能力 这里还有一点问题 就是他不可能再过 这个大厅广路追险去进行 他还是比较私逼的 是吧 在自己家里面 其实很少有一些抗症 那么可能这个更多的是 从这个犯罪结果来 来印证他们当时的手段 现在先读一下 该案的前述 什么往往 颜色证据 这是生意圈的一到 生意圈一 第四一到第四三年 大爷在我五岁的时候 我妈妈第一次打我 她的劲儿特别大 开始用手掐我 后来用感情这样 打我屁股 有时候一天打我好几次 我不敢哭 因为我越哭 妈妈就越打我 菜善我问一下 您那个用这个 平时这个对这个被害人 是怎么样实施 这个伤害行为的 用什么工具 采取什么方式 用手 除了手之外 还有没有借助其他的工具 对被害人伤害 用过一次的印证 感电杖 用过几次 一次 一次 用感电杖 被害人的什么部位 身上 身上指的是 具体的部位 能说一下吗 我可以拒绝她吗 这个问题 是根本案里 这个问题就 你几下部位 你现在明确不明确 身上的部位 三亚山 这个问题你回答不了吗 明确跟反应多 我是觉得我回答什么 他都要认定 既定是个认定 都是我都是我 无论说什么 都要说我说 是是是 面对审讯 三亚山显然在 极力回避着什么 而这也确实 给本案的事实认定 造成了不少困难 你可以说你不是 如果不是你做的 你可以直接说 现在就是给你 你会让你做电解 你会让你做 告诉她爸爸也在吵 是一个怎么一个过程 你现在车一下 是碰撒了东西了 是碰撒的 你现在有本人 碰撒的东西是吗 是汤 汤什么 烫在什么 身上 身上 那是什么 可是被害人 从头 头部 到这个胳膊 到这个身上 一直到脚 都被烫伤了 那么 多大一碗的汤 才能烫到被害人的 这个全身啊 是意外 您在公安机关的供述 可没说汤的事 就说是开水汤的 您这个和公安供述 是不一致的 这是意外 是怎么个意外 把您能不能描述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 您说是意外 可以去问程雷 程雷当时在场 说到案件的关键事实 赛亚山再次变得含糊其词 唯一清楚的是 赛亚山强调 自己对女儿小红动手的时候 丈夫也在场 难道身为孩子的父亲 那个男人真的无动于衷吗 他父亲 针对于孩子受伤的情况 因为他讲当时 因为他都不在场 比如说他这个 虐待孩子 包括打骂孩子以后 这种情况 他都是不在场的 所以这个具体伤 怎么造成的这个经过 他是没有看到 这个情况 他无法把您提供 有时候看到孩子有伤 我爱人就说是磕的 问孩子也这么说 因此为了孩子吵过架 甚至闹过离婚 但为了保全一个完整的家 我对此事没有深究 尽管小红的父亲 没有接受我们的采访 但他对公安机关 提供的这份证言却表明 尽管此前 他注意到了孩子的身上 时常有伤 但从没想到 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孩子的父亲解释说 自己平时工作很忙 教授和小红待在一起 因此对于采牙山 是否真有虐待行为 他也缺乏证据 所以我们这案件事实的认定 更多的是依靠于书众 也说他住院啊 去医院就准的一些兵力来认定 根据住院记录 从2009年5月之案发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小红曾先后七次 因为各种丧住进医院 不管再有什么 你就对这么小的孩子 肢下很少 这个都是让人不能原谅的 因为你是大人 你有问题可以去采取其他途径 采取正当不定去解决 但是你去打一个 是五寸铁的孩子 这么弱小 没有反抗能力的一个孩子 我们觉得这个 首先就是不能容忍的 而且你还是对孩子 当时还行使着 尽管的一个责任 难受 后悔 负责 我不知道 不知道 这是蔡亚山对自己 为什么会持续施暴的一个解释 她是在刻意隐瞒什么 还是说她自己真的说不清楚 原因也许有很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 没有人去制止蔡亚山 也没有人替小红报警 为她寻求帮助 所以主审法官针对本案 所提出的一项建议 就格外值得注意 比如说是 对于儿童的一些 监管的机构 比如幼儿园 学校 包括社区 包括邻居 可能或者是其他共鸣 主要有足够的怀疑 认为存在 虐待儿童的这种情况 是有义务去报告的 向相关部门去报告 那么如果不报告的话 可能要成为心理责任 这种强制报告的制度 在很多国家已经实施 并且实践表明 这样一种制度 有利于制止 针对孩子的侵害 蔡亚山的审判还在继续 一个新的情节就要出现 虐童案的遗云 即将散去 残害儿童 是怎样的心理动机 特殊家庭 是否埋下罪恶的种子 虐童遗云 一线正在播出 蔡亚山虐待女儿小红的相关事实 很快就得到了确认 种种残忍的手段 让熟悉她的人 都感到震惊和无法理解 我觉着这孩子要受刺激 我们家人都觉着这孩子受刺激 没有这种刺激 她到不了这种地步 我咱们说 我不知道 他们这些问题 可以听到孩子 跟孩子的好理 我不知道 他们都没人讲管那孩子 但他们事无拘据 就是特别干涉 无论我做什么 他都要否定 都说什么后妈 都过要扣一抱子 蔡亚山的陈述 让庞青席上的人们终于明白了 原来她并不是小红的亲生母亲 蔡亚山是河北省黄华市人 2008年大学毕业后 独自来到北京闯荡 借住在宜奶奶家 没过多久 热心的亲戚 给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 此人就是小红的父亲陈某 后来这不是现在 孙儿大就着急了吗 说的那个有合适的干 她哪天你给她说一个 就跟我说 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 我说你说这 蔡亚山有点带好几年了 你说人也挺好 你还在这边给找一个 因为她有过婚 有过孩子 我妈就是怕我应付不了 我当时就想的是 她离过婚 她肯定是更知道 珍惜生活 她又稳定 又比我大 当时想全是这些方面的东西 对婚姻满怀憧憬的蔡亚山 似乎也做好了 当一个寂寞的心理准备 那时小红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而蔡亚山觉得 这并不合适 她说2009年春节 她和丈夫共同做出了一个决定 因为她奶奶带着 后来我们俩就商量 说因为孩子必须要跟父母 在一块生活 这样能让孩子感觉到 有父爱有母爱 然后做正常一点 你跟非害人 你的感情怎么样 从09年开始生活 挺好的 有人毛病吗 没有 没有毛病 你是从什么时间 就开始被她的 这种偷胆的时间 从主动发小红 接到自己身边 培养感情 到以极为残忍手段 虐待殴打 蔡亚山怎么会发生 这么大变化 对一个当时 还不到五岁的小女孩 她到底有什么不满呢 这孩子怎么说呢 因为从小跟她奶奶长大了 使那个惯的挺没样的 就是管理上特别费劲 反正她错不错 都是我错 在蔡亚山的描述中 自小被奶奶恋爱的小红 个性骄纵 对于她这个继母 好像也非常抵触 就是直播小别 比如她有不好的生活习惯 我要矫正的时候 她就特别不愿意 就这样子 或者说 你不好 你对我不好 你不是我亲妈 她就对我有一种敌对情绪 这个孩子 可能我不知道你们了解 可能长得阴隆小貌 很像她的生母 我觉得应该是 特别像 她跟她生母之间有矛盾 她在看到这个孩子 好像就看到那个人的缩影一样 她就不自然的 从心理的角度来 把这个弄起 发泄到这个孩子身上 我想这个 这番话 让我们依稀看到了 蔡亚山虐待小红的 另一个心理动机 只是 对于小红的亲生母亲 蔡亚山到底怀有什么怨恨 以至于 非要向无辜的孩子发泄呢 她叫小雪 是小红的亲生母亲 蔡亚山承认 对于这个女人 自己的确有很多不满 2009年农与除夕 蔡亚山和小雪 平生第一次见面 当时 小雪到前夫家 去看望女儿 我想家里有人 我直接进去吧 结果她在那个床那儿 还是躺着呢 那孩子在小 在床边那儿 那次没有冲突 但是她对我的话 挺刻薄的 我 就是她那个后妈 蔡亚山 她在床上躺着 那我还得 还得给您磕几个 是怎么着 对不对啊 我说我来看孩子 你不 你不把孩子送出来 那我刻薄 我就进去 我就直接看 那是我的孩子 我的 孩子是我的 说你是后妈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伺候我的孩子 你还得去你的孩子 就经常说一些这样话 来刺激我 然后就骂我 就把我当成 好像她的婚姻失败 我介入这个家庭 我是后妈 我就是一个罪我的人 两个女人出色碰面 气氛就极力紧张 一怒之下 小雪当即就要把女儿带走 直到孩子的奶奶出面阻拦 这才做话 但此后的事态发展 蔡亚山和小雪的心结 越来越深 最终发展为何苦骂战 蔡亚山没有工作呀 蔡亚山没有工作 咱们有时候 在家生了孩子以后 没事发闷子 或者是跟他家 不妹什么的话 就提提前发我身上来呀 就给我发那短信 我接受不了 上上班的 哗一短信 就骂我 我都得赶紧他看看 哎呀 四周有没有人看我手机 这骂我 这太影响我名誉了 为什么骂你 骂你什么 哎呦 他说那话可恶心了 他说你的孩子死了 你死了 你说我能顾及吗 我找他那个 那个单位找过 然后他经常 去那单位去闹 去找 就是说 就感觉 我 我 我跟他结婚了嘛 然后他要见孩子 然后我们家 就不同意见 因为他 当初离婚时 小雪和丈夫 在包括抚养费分担 等问题上 遗留了很多度愉快 而这些情绪 也影响到了 离婚后 小雪来探视女儿 蔡亚山觉得 每次小雪 都把探视受阻 归结到自己身上 很不公平 而小雪却认为 正是蔡亚山 再三再次的阻挠 他和女儿见面 就这样 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深 终于有一天 小雪发现 自己居然找不到女儿了 着急 我也着急 当时 你怎么发现了孩子 你见不了孩子 你比如说 去家里找了吗 我去他爷爷奶那儿找了 爷爷奶怎么说 爷爷奶说不知道 让我自己去找 说他也不知道 他让我自己去找 那你跟他爹联系了吗 我跟他爸爸联系了 他不让我见孩子 那他怎么跟你说 他就说 给我发本信 还说那个什么 扔了给见 阿滴的大爷了 这个了 那个了 然后我们家那边 就不同意见 因为他每次见孩子 都散播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后他就跟他 说你见 行 你把费要费给了 然后你别跟孩子 说那些负面的东西 赛亚山解释说 当时自己怀了孕 为了改善居住条件 也为了减少分争 丈夫带着他和小红 悄悄搬了家 赛亚山知道 这不但会让小雪 更加仇视自己 连见不到亲生妈妈的小红 只怕也越发艳恨这个继母 继母的身份 的确给赛亚山 处理他和小红之间的关系 增添了困难 不过 在刚才的审理中 不论赛亚山 列举了多少 他和小红的亲生母亲 之间的矛盾 也不足以去解释 他对孩子所做的一切 矛盾肯定不止这些 在虐打小红时 赛亚山流露出的 一种仇恨和绝望 一定源于一个 更为复杂的问题 这会是什么呢 矛盾背后深藏矛盾 风波未平 再起风波 残怨母亲 面临怎样的惩罚 虐童已云 一线正在播出 赛亚山和丈夫 带着女儿小红 悄悄搬家 所造成的后果 并不只是让小红的 亲生母亲无法探视 那么在跟被害人 共同生活这期间 被害人跟其他的亲人 有来往 称为不让他见 不让他见谁 不让他见他 他奶奶爷爷 你刚才解释问你 因为陈伟老说 说他妈特别 就是不会教育孩子 本来他妈就 跟我矛盾挺多的 你们这些毛根 涉及到孩子的问题 有一部分的 老是孩子的什么问题 都是一些细小的事情 就是 包括我们这整个家庭 每个人的各种事 然后他妈跟他妹妹 都要去干涉去做主 和婆家太多的纠纷矛盾 也许赛亚山 没法一一说清楚 但有一件事 显然不能忽略 那是2010年年初 赛亚山丈夫家的老房子 即将拆迁 按照标准 被拆迁人 可以每人享受 50平方米的 优惠购房面积 赛亚山夫妇认为 他们应该得到相应的份额 却遭到婆婆的拒绝 是因为我们评认为 她妈要写成她的名字 她就觉得希望写自己的名字 然后她妈就认为 认为是我给出主意 然后就 最初是骂她吧 其实是在骂我 她妈说 说儿子 陈伟 说妈这东西 为了你好 妈这是 就是不给你这东西 就是为了防着外人 她说行不是外人吗 她说行 那男人 她说起男人行 这不整个娶贼呢 就是 娶一个贼就是 据赛亚山说 这番话是丈夫事后 学给她听的 但她依然有一种 强烈的被羞辱感 赛亚山说 事实上 从她自己架进这个门 她就能清晰的感受到 丈夫一家 对她并不友善 就从我俩结合的开始 她父母也没有表示说 同意或不同意 然后后来就慢慢的 就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然后她父母就开始 就是开始 她开始干涉 说不能办婚礼 就是希望我能 就是跟她领个照 跟她住在一块 然后俩人就开始这样生活 我是不同意的 因为你是第一次 对 我说你一过一次 我没有一一过 我要嫁给你 我要让别人都知道 我跟你去有婚礼的 别人会认可我 我不希望这样婚礼不满 他们家是不同意的 对 这个人闹得很僵吗 很僵 然后他们家这点都没 始终没有管 没有参与 然后是我们两个人 亲自去组织这一些 就是去跑啊 去弄这一些 他父母跟他妹妹 这是象征性的 就是在现场出了一下 但是还是 不太高兴那样的 由于蔡亚山的丈夫一家 没有接受财法 我们无法求证蔡亚山的话 是否完全属实 但从陈家代理律师的话中 我们还是可以听出 对于这个儿媳 陈家多少有一些戒备 在这次拆迁中 这种情绪表现得更为清晰 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矛盾 就是这个被害 被告人吧 是河北的 是外地人 其实就是嫁给程维啊 其实他都很有目的 正常赶上这个拆迁呢 就可能就是因为 本身也没他 能用拆迁这一块 其实现在还没有 就是具体啊 拆迁一些细节 因为这个觉得 也感觉好像给他分点什么 拆迁这个费用来傻瓜 人家 其实也谈不上这些 这个外地户口 有三万块钱的补偿 您知道吗 您这种不歧视的 三万块钱都算得不出现 完了之后 什么各项的补偿款 比如说拆迁租房子去吧 每一口人都有那种 一个月多少钱 都有那种补偿 而且一分钱钢本都瞅不见 吃过敬迁 当时的很多细节 以及双方矛盾的真正缘由 现在已经无法还原 但无论如何 蔡亚珊还是固执着认为 自己的权益被婆家损害了 她说 最让人感到无助的是 就在这个当口 丈夫也没能给他有力支持 蔡亚珊说 自己当时刚刚生下儿子 不但没有得到照顾 反而孤立无援 这让她对丈夫软弱和逃避 变得愈加不满 在蔡亚珊的描述里 自从结婚 丈夫就总是这种表现 但是从小她的性格就是被她妈管的 说一不二那种 就是她 就是怎么都让别人做主 然后她妹妹 对 她妹妹跟她妈 为她做主做惯了 所以她两次婚姻都失败 到我这次也是一样的 那可以说你矛盾情况 还是因为拆进了房子 不是因为房子问题 是因为她出走这种问题 对我自己太大了 不是因为房子问题 对 我是觉得你们为什么这种情况下 还要这样去闹 而且你撇下我跟孩子 这样负责任走了 我坐着月子 我要出去去找她 有些矛盾 她也不积极地去调和 可是蔡亚珊一个人在做 在扛 这个是 唐人无法了解 蔡亚珊所讲述的这一切 到底几分是真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带着两个孩子的蔡亚珊 在经历了种种 自认为的不平和屈辱之后 心境已经发生了扭曲积变 特别是看到 酷色丈夫前妻的小红 邪恶的怒火 便再也难以压制 我不知道会怎么 反正挺复杂的 就是这种情绪 你说控制不了吗 反正满脑全是很 全是很 我就觉得 为什么你们都那么说 爱孩子爱家庭 为什么你们爱孩子方式 爱你儿子也好 爱你孙子孙女也好 我感受不到你们爱孩子的方式 你们还要打着爱的名义 包括你前妻也好 你妹妹也好 你妈也好 这样来干扰我一切的生活 把我排除在外 我做什么都要否定我 于是在不自觉间 小红成了蔡亚珊发泄的对象 开始是拳打脚踢 后来升级为棍榜相加 而心中的恶念 一旦释放 蔡亚珊就控制不了自己了 我不知道 就开始的时候 那样的时候 我会后悔 我会觉得自己不对 会自责 会很痛苦 当时到后来发展那种状况之后 我就感觉就好像我自己没有能力去控制这一切一样 我就感觉会不能要么就是加分解体的 要么就是我离开这个地方 就是切断就有万里来切断这些东西 就不要让我在那边担心 我觉得你当时已经不是我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已经不是我了 终于 在蔡亚珊的零月之下 2011年12月7日 小红又一次被送进医院 小红身上的非同寻常的伤情 引起了接诊医生的怀疑 并果断报警 这案件才得以浮出水面 据查证 小红的主要损伤为一线断裂 肢体多发软组织损伤 骨折烫伤 经有关部门鉴定 小红的损伤程度为重伤偏轻 综合评定伤残程度数九级 伤残率达20% 那你 他人为你给我弄成这样 我可不 我就生气吗 我就得告诉他 你人为你给我们家孩子 造成这样的伤害 这种伤害成年人能承受得了吗 我们怎么他了 是我怎么他了 我欠几家钱 我们认为被告人 蔡雅山 无事国法 虐待家庭人 其行为已触犯 我国行法第260条 第2款之危定 应当你虐待罪的天地准罚 被告人 不仅故意伤害的情节恶劣 同时被告人 还长期持续与残忍手段 虐待被害人 在此 我们带那个幼小的这个被害人 向庄严的法庭 控诉被告人 对原告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并期待庄严的法庭 以故意伤害罪 严惩被告人 以警示示人 给予全天下所有的对成年的儿童 特别是离家庭的这个儿童 给予冠案和保护 听到对自己种种恶行的指控 蔡牙山在法庭上悔恨不已 我出犯法律受到惩罚了 我应该受到惩罚 每一个人都受害 包括我的孩子 也是 现在也已经是个一家庭 那个孩子造成伤害 我也是觉得 真是不知道该做什么 才能弥补他 也可能我做什么都不能弥补他 我也愿意积极去弥补 在蔡牙山被羁押期间 他的丈夫通过诉讼和他离了婚 失去自由的蔡牙山 最终也失去了自己的家庭 我们无意评论这个家庭的是非矛盾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负有监管责任的 不只是幼儿园 学校和社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有这样的意识 制止暴力 保护孩子 这是我们的应尽之责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辰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相信品牌的力量 我心里愿意积极竞 看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